中国女篮大胜新西兰队34分 收获两联胜北京时间6月27日 2023年女篮亚洲杯 中国女篮迎来了第二场比赛 对于是实力出众的新西兰队 双方经过四节比拼 最终中国女篮以80比46大胜对手34分 收获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 如此一来 中国女篮收获了一波两联胜 接下来 中国女篮只要击败韩国队 那么就将锁定小组第一名 从而晋级四强 拿到一张2024年奥运会资格赛的门票 在此也是祝愿中国女篮好运 从本场比赛来看 两队开始打得十分胶着 进攻效率都不是很高 到首节比赛打完 中国女篮以18比13领先新西兰队5分 第二节比赛 两队进攻效率依然不太高 但是新西兰队只得了7分 到上半场比赛结束 中国女篮以33比20领先对手13分 下半场比赛 中国女篮在进攻端突然爆发 打得风生水起 而新西兰队依然没有太多好办法 第三节比赛 中国女篮轰出了32比7的比分 单节比赛赢了25分 到第三节比赛结束 中国女篮以65比27领先了对手38分 让比赛完全失去胜负悬念 末节比赛 中国女篮也是以练兵为主 最终 以34分的优势大胜新西兰队保持着不败的战绩 韩旭17分13篮板 制霸篮下本场比赛 中国女篮主力中锋韩旭 依然是表现十分出色 在进攻和防守端 都是给球队提供了足够的帮助 全场比赛 韩旭首发出场打了25分钟 投篮13投7中 砍下了17分 在防守端 韩旭成为了球队的防守大闸 起到了一夫当关的作用 摘下了13篮板一盖帽 最终 韩旭交出了17分13篮板一助攻一抢断一盖帽的两双数据 是全场比赛唯一拿到两双的球员 同时 也是全场得分和篮板最高的球员 毫无疑问 韩旭在球队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上一场与黎巴们队的比赛 韩旭出战21分钟 13投7中 拿下17分10板二注二盖帽的两双数据 也是全场唯一一个拿到两双的球员 两场比赛下来 韩旭一共交出了34分23篮板三助攻一抢断三盖帽的完美数据 成为了亚洲杯赛场最为耀眼的明星球员之一 由于伤病的因素 中国女篮2米01的中锋李月如 无缘本届亚洲杯的比赛 李月如的缺席也是让球队内线实力受损 但是 看到韩旭如此稳定的表现 成为了中国女篮内线的定海神针 那么 李月如也是可以安心养力 不必为球队担忧 相信韩旭能够很好地扛起中国女篮的内线 成为球队的内线的顶梁柱 目标夺取亚洲杯冠军对于本届亚洲杯的目标 中国女篮主教练郑威表示 首先要拿到2024年奥运会资格赛的门票 随后去冲击最好成绩 从目前中国女篮的成绩来看 接下来 只要击败韩国队就可以拿到小组第一名 从而锁定一张2024年奥运会资格赛的门票 从中国女篮与韩国女篮的实力来看 中国女篮优势十分明显 因此 中国女篮拿到奥运会资格赛的门票 并不会有太多问题 接下来 中国女篮将会去冲击最好成绩 当然了 这个最好成绩就是夺取亚洲杯的冠军 在此前的五届赛事 中国女篮都与冠军无援 分别取得三个亚军和两个季军 这样的成绩对于中国女篮来讲 是一个心中的痛点 因此 本届亚洲杯的赛事 中国女篮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夺取冠军 在此 也是祝愿中国女篮好运 加油 中国女篮个人数据方面 含蓄十七分十三篮板 潘真奇十分四篮板 李梦十分四助攻二篮板 王思宇七分三篮板二助攻 李云七分七助攻三篮板 杨立维七分二篮板二助攻 唐玉八分四篮板 张如四分 高宋四分四篮板 罗欣玉三分二段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祝贝 饭 鱼 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